嗨!大家好,我是小伊士 這集開箱這一件 NOAH的帽踢 那這件...呃...先講NOAH的帽踢產地好了 產地是加拿大製的 然後它的磅數 都蠻高的,然後穿起來很硬挺 那大家都知道是跟那個 Scrime是一樣的這個材質 然後蠻多粉絲很喜歡的 好,那這件設計比較...就是在這個LOGO上做 變造,然後是用這個...呃...爆紋的... 這是布張,布張車上去的 然後這就可以防止你洗... 洗久了怕它會裂掉的這個問題 然後背面是素的 那這件是黑色的 然後這一件的話它定價特別的低 因為NOAH自己說他們覺得 呃...這個十字 跟這個LOGO的這個尖距 他們覺得自己沒有挑好 是覺得比較低的 所以他們自己覺得這是瑕疵品 然後...把定價壓得很低 那這件代購的話是四千五 目前...還可以幫大家拿日本公司貨 大概一週就到了 然後尺寸是XS到2XL 那這件是XL的 那其實你自己遠遠看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一樣很好看 然後就是可能他們比較完美主義 覺得有瑕疵就做打折了 欸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入手機會 然後版型這件是XL的 那跟我身上這一件 Descendant的2號是差不多大的 因為我身上這件是寬版啦 給大家看一下 XL的 看不清楚 怕看不清楚再一次 這XL的 OK 然後手繡是比較長的 我自己拿NOA的話 我都拿... 呃... L齁 好 那這部影片 就...啊給大家看一下標好了 NOA的標 因為NOA防瓶也蠻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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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織布... 呃...就是... 布章的這個... 材質 然後的... LOGO 然後... 洗標 它材質真的蠻好的齁 純棉的之外是... 又是...呃... 磅數蠻高的 穿起來很硬挺 有寫哪裡吃嗎 我看一下 好看啊 這一排 Made in Canada 然後裡面是有內刷毛的 包裝功能也蠻好的 像我自己 家裡就有蠻多件NOA的帽T OK 好 那... 這就是... 這一集的... 內容 掰掰